我们在场的专家学者 甚至是民进党推荐的专家学者 他们都是支持周修二立 而且拒砍七天价 而言由在尔 目前国人在开放日本核灾食品的进口 一利一修砍劳工七天价 军公教的年金改革这三个案子 却看到了史上最不会 也最不愿意沟通的政府 那本席在此呼吁 民进党以及小英总统 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选钱骗选票 选后变了样 劳工的七天价不要再砍 一利一修 在没有得到社会共识之前 不要三读通过 这也是全国每一位劳工朋友的心声 而变成了 不要让这个现象 变成了我们国际劳工协会 陈理事长在公厅会时候讲的 他说现在 我们的蔡总统 他说劳工朋友是他心底 最软的一块 但是不要说一套 做一套 变成了现代版的陈世美 下一位请张委员 立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蔡政府上任以来 过度的反中灭日 请美国 而现在欧巴马政府已经正式宣布 将TPP的决定权交给了新任美国总统川普 跟新的美国国会 在这表示曾经说过 TPP是一场灾难的川普 将决定TPP最后的结果 然而迄今为止 绝大多数看法都认为 TPP最后不会生效 或会被长期冷冻 因此在各方都悲观看待 TPP可能功亏一篑的同时 台湾也应该务实地 面对这样情势的发展 所以蔡英文政府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单靠加强台美间的双边经贸关系 以及连李登辉都批评的新南向政策 是绝对无法挽救台湾日益被边缘化的经贸情况 目前身为TPP加盟国的各国领袖 其实都对TPP可能会被长期搁置 甚至无法生效 有相当的觉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在国会中明确表示 日本现在虽然能尽力游说 包括美国在内的TPP加盟国通过TPP 但是如果TPP失败 日本的中心无疑将转向 以东协加六为基础的RCEP上 另外我们在天天主办这次亚太金河会 APEC同时也是TPP加盟国的秘鲁总统 他怎么说 他说如果没有了TPP 还太平洋国家 可能提出一项新的贸易协定 纳入中国大陆与俄罗斯 但没有美国 而且根据最新的消息指出 秘鲁政府已经与中国大陆针对RCEP 进行入会协商 此外也有更多的专家指出 TPP若被搁置或无法生效 将更加速东南亚国家 以RCEP作为区域整合的 主要载具跟途径 由这些最新的国际发展可知 各国领袖都对无TPP时代 做出最害的打算跟准备 同时也对RCEP进程寄予厚望 但本席好奇的是 面对无TPP时代的来临 蔡英文政府是否也为台湾的经贸布局 做了相应的政策准备 更明确一点说 民进党政府是否有务实的规划 让台湾加入贸易涵盖量 比TPP更大的RCEP呢 本席呼吁蔡英文总统和民进党 应该放下意识形态 千万不可让台湾在 亚太经贸整合的过程当中 更加被边缘化 变成真正的亚细亚孤儿 因此蔡政府表态 加入RCEP的时候到了 台湾准备好加入RCEP的时候 真的到了 谢谢张委员 下一位请黄委员 赵顺 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大家早 当蔡总统说 他很痛苦的时候 本席想告诉蔡总统的是 我们人民更痛苦 我们想知道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吃 核灾的食品 政府到底用什么东西 去换了我们核灾食品 要牺牲我们台湾人民的健康 本席再次的强调 再怎么野蛮 也不能够拿台湾人民的健康 去做任何政治的谈判 尤其是上个礼拜 十场公听会 不但名称不符 一幕粉朱 时间不足 更严重的是 怕人跟怕救人 找了许多的黑衣人到现场去闹场 还指责别人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政府 如何让人民不痛苦 美国大选以后 大家清楚的知道 TTPP 可能未来整个的谈判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而这个重大的改变 我不知道蔡政府 他们到底在急什么 食安的问题 只有黑白 没有蓝绿 我们任何的谈判 任何对台湾人民的健康 只要有任何的影响 我们都不应该屈服 尤其是 我们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 我们只接收 日本单方面提供的检测 更严重的是 这些科学的检测 大家不要忘记 顶薪油品 当时的检验 也认定是无危害 这是前车之鉴 我想这个前车之鉴 是我们必须要 很冷静的去面对 昨天李登辉总统 也对蔡英文政府 提出最大的警议 我们清楚的知道 蔡政府的民调 已经掉落谷底 但是李登辉总统 已经告诉他 未来还会再继续下架 这就是台湾人民 目前最痛苦的一点 本席在这里要特别 再一次的强调一件事 食品的安全绝对没有蓝绿 我们只有黑白 只有是非 面对全国 尤其百分之七十几的民众 有这么大的余虑的时候 我们请蔡政府 一定要贤癌勒马 一定要贤癌勒马 请蔡政府 不要把台湾人民的健康 去做任何政治的台判 尤其是日本 目前包括他们的首相也说 极可能TPP 是没有办法谈成功 极可能TPP 是会转换跑道的 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请蔡政府 不要急 倒是 谢谢黄委员 下一位请孔委员 文集发言 主席 各位委员 大家早安 昨天在我们立法院周边 有支持同性恋的团体 跟反对同性恋团体 都拒绝在我们立法院的周边 我是要站在一个 基督徒的立场 站在一个 我们基督教的一个 信仰的立场 来表示我的意见 因为昨天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在排审婚姻平前法案的时候 我们立法院的议事日程 都不知道 礼拜四是要排这个 因为那边是空白的 后来真的是被我们 这个反对同性恋的团体知道 就号召了大家 走上街头 在11月17号 登在各大媒体 昨天来了差不多 两万多人以上 这里面 不只是有基督教的 也有天主教的 也有佛教的 还有一般 关心我们传统婚姻 家庭伦理的核心价值的 一般的老百姓 还有很多的年轻人 都集结在那个地方 他们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司法法治委员会 突然安排在昨天 要审议民法972条的 亲属篇的修正案 难道这个事情 大家不能好好的沟通吗 昨天 我在这里 昨天也到司法法治委员会 表达一个 我这个立场 因为在 大家都怀疑 这个是有点黑箱作业 那昨天我们民进党的招委 油美女招委呢 就是硬是要把 这个评选法案 一定要在当天 要通过 我们在那边 极力的主张 甚至 这个比较激情的 这样的一个抗议 到最后昨天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大家才达成一个 协商一个共识 那油美女招委 才愿意召开工听会 两场工听会 两个礼拜内完成 为什么一个重要 这么重要的法案 你连召开个两场工听会 你都不肯 也是因为这样 愿意召开工听会 然后 这个我们 船外的民众才撤退的 所以我要在这边强调 我们的婚姻平权法案 同性恋的人权 我们也要照顾到 到现在为止 法务部都还没有一个版本出来 要怎么样保障 同性恋的人权 为什么我们立委 民进党的立委 要急移通过这个法案呢 这个就让我们很多 这个有宗教信仰的 这个忧心忡忡 要怎么样 将来怎么样 要自己教养自己的子民 怎么样维系我们家庭的一个 核心的价值 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 所以我觉得 这样一个重大的法案 我们是希望能够 两方面的权益都能够照顾到 所以应该要 广开工听会 要充分的沟通 谢谢孔委员 下一位请曾委员民中发言 主席 各位委员 今天利用机会 大家报告的题目是 台湾经济是不是已经 步入了失落的日本的形态 日本在1990年代以前 曾经非常的辉煌 当时日本制造是品质的保证 日本产品行销前求 在1989年 三菱集团买下纽约地标 洛克辉的中心的股权 堪生攀上 日本海外投资的巅峰代表之作 但是1990年以后 日本股票日经指数 及房地产价格一系崩跌之后 日本就陷入一个失落的年代 如今25年过去了 日本经济 仍未完全摆除低迷的情况 过去25年 平均的经济成长率是 只有0.9% 连1%都不到 不仅经济成长华丽 日本还面临了通货紧缩的情况 过去25年 消费者物价指数 平均只有成长0.4% 日本的情况是这样子 我们把它长紧 回来看看台湾的情况 过去台湾的经济 有非常强劲的成长 但是2008年之后 金融海啸虚减全球 台湾的经济成长 不入牛不化 比如说去年 成长只有0.65 今年预计是成长1% 明年也成长1%到2%之间 可以说台湾实质GDP的成长速度 呈现未老先衰 未富先弱的情况 进一步以免员表示的人金GDP 去年只有2万2 比新加坡的5万2 跟南海的2万7 相对的低 另外日本经济失落的 第一个重要的因素 象征是薪资的停滞 台湾也是出现相同的情况 去年的平均薪资4万6 较15年前比较 只有成长0.4% 几乎毫无成长 褪色的经济成长 停滞的薪资涨幅 以及偏低的物价成长 让人联想台湾的经济 是不是已经步入日本的成长模式 面对未来可能的情况 台湾应该如何因应 第一个必须强利用财政政策 因为货币政策已经走到极限 所以必须充分利用财政政策 以时间换取空间 第二个改善投资环境 全面排除缺水缺电 改善投资环境 让国内的投资可以进来 让国外的投资也可以进来 第三个全面推动抢业政策 包括数位化的经济 机器人大数据的分析 分享经济等等 希望全面推动经济 少一点政治多一点经济 让台湾的未来有更好的成长 谢谢 谢谢曾委员 下一位请陈委员欧珀发言 主席书院长 本店同仁大家好 吃鳖跟吃过鳖不同 吃鳖是不得意受气 吃过鳖是得意受益 政治跟一般的行业不同 川普选前张牙五爪 满口的恶言脏话 招致很多许民的提判 是吃鳖 但选赢后是得意吃过鳖 他也能够说出人模人量的话 诺大的翻转来证实着飞金事 川普代表美国共和党参选总统 险前扬言取消欧巴马式的健保 多杯贸易机制 机制TPP等重要的政策 并主张围堵非法移民 拒绝穆苏林入境 甚至在美国 要美国在外的大西位 能够回国 将工厂也能够迁回美国 让美国的劳工 有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工作来做 但这些嘴巴的言说 能有多少机会落实 不无疑问 川普的当选 对台湾当然是考验 但是也有机会 保护主义的川普 点名 抢走美国人工作之一的我国 台湾 我们当然不能采取 审慎乐观的态度 我应该以严肃的态度 来面对新变局 本席担忧的是 川普的新政策 可能还是有一些 对台湾不利的方向 因此本期在此 要鉴请林权内阁 及蔡总统的执政 决策协调会议 如果我们能定调 新南向政策 我们也必须重新 调整台美的经济策略 而林权内阁 在调整之后 也更应该整合各部会 来因应川普上任之后的 国际新情势 政治跟经济都一样 世事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酒 台湾的地位跟经济战略 正面临穷困考验 主政者当务之急 在寻找通变长久之道 需要的是进退 存亡的沿通智慧 来磨定国家的未来 国际生存空间 我想台湾的外交困境 台湾的经济发展 都一样 是我们 两千三百万人民 所共同期待 在面对这样的局势 台湾更应该团结 来面向未来 谢谢 谢谢 陈委员 下一位请 吴委员致阳 花园 正当外面的劳工 还在绝食抗议的时候 昨天未还委员会 居然逐条审查 劳基法一例一休的草案 把他通过送出委员会 我们看到执政党 态度依旧这么强硬 他们认为实施周休二日 恶力是很危险的 再加上 时代力量居然突然倒戈 放弃恶力的立场 认为恶力太僵化 这些都让身为恶力 主题案人的本席 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 蔡总统日前接受专访说 劳工就是 我们心里最软的那块 本席认为 这句话根本是虚伪的 如果你认为最软 怎么会在讨论周休二日的时候 你一直在考虑的是以加班为修法的前提 积极营营在计较 他加班费应该怎么算 你欣然他 为什么不是着重在 让民众如何善用这两天 好好的来休息 跟家人来互动 休养生息 劳工所以 会利用放假日来加班 大概就是因为 为了保住工作 不敢违抗 要不然就是补添加家用 增加收入而已 所以问题的根源 都是在整个大经济环境不好 所以执政党要做好的是把经济搞好 而不是强行要求劳工接受一例一休的版本 好说这样慢慢着陆 对大家都好 所以我怀疑 蔡英文讲的 劳工是他们心里最软的那块 并不是最心疼的那块 而是指 劳工最好骗 最好应付 最好欺负 台湾的劳工工时已经是全球第三高 这是根据OECD的报告 仅次于新加坡跟墨西哥 而且跟第二名的墨西哥 全年只差90个小时 你只要稍微再加班一下 我们很可能就超过他们了 而且台湾的雇主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下班以后很喜欢用LINE 等通讯软体下达指令 要求员工来处理工事 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想绝大多数是根本领不到任何的加班费 所以由此观之 台湾劳工的实际的工时 也许早就是世界之惯了 所以本席呼吁我们执政党要转换一下思维 不要再用时间工作的长短来代表我们的生产力 要让劳工有充分休息两天 身心获得充足的满足以后 回到工作岗位上会更有更好的劳动生产力 劳基法36条接着要协商 本席坚持要把本席早就通过委员会审查 又被拉下来协商的版本 恶力的版本 一定要共同讨论 也希望所有的委员能够支持 还给劳工实质的周休二日 谢谢吴委员 下一位请林委员立禅发言 院长各位媒体会同仁早 合理的工时让国人的生活更精彩 本席从柬埔寨嫁到台湾来 接触到志愿服务改变了我一生 也投入了社区服务社区发展跟新住民的赔利 希望可以带着新住民姐妹 投入台湾的志愿服务 成为台湾的公民社会的新力量 但本席发现在食物经验上面 很多新住民姐妹在工作 事实上是工作时间事实上是非常的长 尤其是从事餐饮业服务业制造业的人 很多在工作时间上就特别的长 长时间的工作 让很多还要照顾家庭的新住民姐妹 真的难以花时间再投入 志愿服务这个工作 参与志愿服务的工作 无形中台湾也会失去了 很多很多公益的人才 跟优秀的志工 我想这也是前台湾劳工朋友 所面临的处境 教育部鼓励学生参加志愿服务 到偏乡办营区 很多的公民价值 社会服务的价值 都是从小培养 也是在课堂上不断的会学到上到的 但是很多学生毕业之后 都是变成了劳工 开始工作 因为必须要配合台湾的长工时的时间 没有机会再接触到志愿服务 从公民社会的发展来看 这些人退休之后 缺少了志愿服务的经验和习惯 很难成为志愿服务的提供者 这个真的非常可惜 志愿服务可以帮助很多人增进身心健康 他也非常的疗愈 我们鼓励政府降低前年的总工时 不是要让人民放假在家里 当宅男宅女而已 而且要积极的鼓励 我们的人民从事 家庭活动 志愿服务 去增进身心健康 台湾的社会需要帮助劳工 可以有合理的工作时间 并且在工作时间以外 鼓励他们去参加 休闲活动 家庭活动 尤其是志工的活动 在这些活动里面 劳工可以足够的休息 充电 可以充实生命 回到职场上 才能有新的力量 新的视野 请我们新政府要注意到 劳工的工时是太长了 要注意到劳工是需要多赚一点钱 不是在工时这块要加班 是要如何提高我们的工时 才是最根本 谢谢林委员 下一位请江委员启程 发言 主席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各位委员大家早 11月20号就是蔡英文总统 执政满半年 回顾这半年 一切的作为只有八个字 只有英译 没有民意 只有政党的利益 没有国民的福利 为了满足权力的欲望 想尽各种独裁专制的手段 眼中看不到人民抗拒的声音 也听不到人民抗议的声音 在蔡政府执政之下 台湾仿佛回到专制时代 立法院只有强势表决 没有民主 没有尊重 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总统一声令下 照案通过 事关重大的劳基法修正案 牵涉广大劳工的权益 同样 在总统令下 民进党立委使命必打 10月5号强行通过 逼使劳工绝食抗议 才换来一个刑事上的重审 遗憾的是 昨天晚上 限时完成审查 辅导核灾食品 更是完全配合日本政府的要求 我们的行政院长 如同日本的驻台代表 一昧地帮日本人说话 要开放辐射食品 来到台湾 人民如果有反抗 冲进立法院 下场就是被抓出去 被严厉请责 抗议工丁会 程序不公 拍桌的下场 就是被检警调查 蔡政府竭尽所能 用尽国家机器 对付小老百姓 而半年来 蔡政府也成立了 高达13个黑机关 破坏文官体制 养育肥猫 雇用人数高达300人 其中多少人是 清净绿营的人 标准的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蔡政府接下来 甚至想要操控 农会 渔会 推翻 过去长久以来 建立了 人民团体的制度 将所有的国家资源 武器工具 全部掌握在手中 但是在这边 我们必须告诉蔡政府 这样的做法 是没有办法 得到人民的认同 更没有办法 收留到人心 人民的支持 来自于政府提出 对人民有利的政策 源自于政府愿意 请听民意 跟民意站在一起 请蔡政府 不要只想着 要如何安稳地做四年 在此 郑重呼吁政府 停止制造 无意的争端 冲突跟对立 也不要继续再撕裂台湾 请拒绝核灾食品 输入台湾 请拒绝 含瘦肉精的美助入台 也请执政者 做好该做的事情 以人民的福祉 为最高的目标 别只想着要怎么样安稳地做四年 谢谢 谢谢江委员 报告宴会登记 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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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言 请不吝点赞 转发言 转发言 请不吝点赞 转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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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言